新年外星人出现在嘉明湖 从古至今ET外星人究竟是否真的存在 大家都想知道答案 而谜题的答案传说就藏在台湾 2011年的某一天 玉山国家公园警察进行巡山巡逻 他们抵达嘉明湖时已经接近下午 其中一人拿出手机拍照 接着他们走捷径继续学山工作 但是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走了20几年的路走会迷路呢 难道是鬼打墙吗 他们决定赶快离开回到嘉明湖 然后下山 事情还没有结束 事后拍照的远景把照片放到电脑一看 放大 放大 再放大 竟然拍到疑似人形但不像人类的生物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外星人ET吗 这张照片立刻被国安局列为国家机密答案 但还是流出被大家疯狂传阅 时报周刊昨天更报道 照片被送到美国鉴定 确认不是未造的 恐怖哦 只是国安局存心并没有将照片送到美国 一切都是谣言啦 动物新闻 所以外星人呢 报导